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赔 怎么没有 我把自己都赔给你了 看什么呢 来 过来看 这么多婚礼策划 你做的 一生只有一次 当然要好好准备 喜欢哪个 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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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要你 这些东西 我爱你 你爱你 好 爺爺那天还跟我说 说我太瘦了 想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你就告诉他 上个月体检 你身体很好 爺爺想抱孙子 安婷 你想要孩子吗 你什么时候想要孩子 我们就要 那在过去的时间里 你有忽然想要孩子的时候吗 没有可以想过 可能我觉得 本来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 就挺少的 我也是 我觉得光我们俩的时间都不够了 明天带你去逗逗风 你明天不工作吗 天大的事 也交给副总他们去处理 那我想去酒吧 好 酒馆够 我要穿最漂亮的裙子 画最美的妆 然后 勾搭你回家 抱歉啊 已婚 已婚啊 那你老婆 有我漂亮吗 那还 真没用 你 你放我下来 蓝婷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我真的没事 你快放我下来 不行 来 你现在是孕妇 不能乱动 又到了午后的按摩时间了 来啊 来 这个宝宝太闹腾了 我昨晚又一夜没睡 你说她这么折腾是不是不喜欢我 嗯 我倒觉得她很喜欢你 总想引起你的注意啊 真的吗 当然了 不过她这么折腾她妈妈 等她出来了 我可要好好管教她 那我舍不得 你说 她像谁啊 你希望像谁啊 我希望像你 沉稳大气 做事又破裂 我倒希望像你 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闪闪发亮 最好是个女儿 那要是个双胞胎呢 听我跟你说 以后掉到地上的东西 咱们不能吃 吃了会生病的 掉到地上的碎碗 还有玻璃渣子 也不要用手去挤 这样会把你的小手收花伤的 到时候挖全是血 知不知道啊 现在西瓜没有了 我给你榨橙汁喝好不好 那你在这儿玩吧 乖乖的啊 罗皮说 关于人工智能 对人类威胁的讨论 对我们智慧女医生 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来 喝果汁 别洒了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担忧 你说如果智慧云医生有一天 真的完全摆脱操作 像人类医生一样去给病人看病 他会害人吗 你觉得会 我就是想 我们在这一行这么久了 只想到他的优点 我还真没想过他可能存在的一块 不过有一天 人工智能 像人类一样 甚至超越了人类 那他是不是就成了一种新的物种 你希望看到那天吗 以前我无所谓 现在有了你们 不希望 韩晨 韩晨 过来 去 他干吗去 让他帮我拿一下眼镜 人工智能要训练学习 儿子也要训练学习 做你们家小孩儿太可怜了 是我们家小孩儿 儿子 爸爸眼镜找到了吗 爸爸你等一下 马上 来 爸爸你的眼镜 爸爸我带弟弟一起去玩抽签啊 去吧 让弟弟先玩 好 爸 你们小心点 哥哥轻点推 他们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时时刻刻提醒 你呀 眼里不能只有他们 连儿子的醋都吃啊 你 我们家要是再有个小公主就好了 妈妈 你不就是我们家的小公主吗 这话谁教你的 爸爸说的 爸爸也跟我说过 说也保护好妈妈 净乱教 我说得不对吗 晨晨 带弟弟进去学习 好的 好 等我一会儿 那天在路边看到的 感觉你会喜欢 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他们都已经长大了 韩婷 你说会不会时间一晃 就到二三十年以后了 会 会 那个时候我们就都老了 害怕了 没有 我记得你说过 你所认为的爱 是要走到人生的尽头 回首之时 改观定论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只要我活着你都不准走 你要是敢逼我先走 你要是敢逼我先走 我肯定不会原谅你的 我肯定是想要想要的 我肯定是怎么会 带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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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来 你别想要的 我可以带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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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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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